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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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場 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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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就是海怪, 何謂海怪是一些很大隻,近似恐龍的物體 但是大家移民就多了, 木島就很少 最近一次也不是這樣想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尼斯湖水怪, 那個就是河掛 現在說的就是在海洋裏面, 大家可能未見過, 甚至懷疑是古代生物的例證 首先給大家看看圖, 這個叫做黃大宇, 中間這個 這個很經典的, 我不知道去某灣仔某酒家拿了這張照片 這個其實應該是幾十呎長的, 因為長到應該是這張 整班美國海軍陸戰, 這些海軍都拍不完 他們說的差不多到23呎 大家就不用怕了, 這隻就不是蓋掛來的 這隻是一種叫做all fish, 這裏有它的名字 中文廣東話的名字叫做黃大宇, 或者冠大宇 其實是很長的, 50呎 但它一定不是海怪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很散弱的 即是你撞一撞它, 它已經會散, 或者會死 只不過是由於它這麼長, 但是很薄, 即是好像一條絲帶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就會懷疑, 將它聯想到海怪 但實際上就不是的 問題就來了, 大的魚, 那是不是一定海怪呢 簡單來說, 現在大家都看到, 還有抹香瓶, 還有殺人瓶, 還有虎沙, 這些都是大魚來的 近期海怪都是常常常做的, 大漿魚 大漿魚, 八爪魚, 大漿魚, 多發現了 譬如我們會講的這些所謂海賊 有一本《明珠》 專講大型的海賊 海賊 有多大呢, 待會嘗試告訴大家有多大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在書裡面, 或者我們在互聯網上面, 我們涉及到海怪的問題 通常我們只見到什麼呢, 就見到圖畫, 或者見到文字的記錄 唯一有圖片的就是七十年代, 日本向北海找到那一隻, 類似尼斯湖的那種形 現在我就正要, 正要給你看, 這個就叫做一隻船, 叫做瑞陽縣 時維呢, 幾年, 一九七七年, 其實呢, 維基, 現在記錄在他的電腦那裡 維基百科, 英文版, 或者日文版, 其實已經有這個條目的了 是, 這個是經典的事件 就是叫做經典事件來的 就是說, 大家旁邊看到照片, 這個就是瑞陽縣 瑞陽縣這裡, 日文這個說法就是, 新尼斯湖水怪 是, 新尼斯湖水怪, 新尼斯湖水怪, 當時是罵了什麼, 罵了這個物體出來 現在呢, 就是給大家看大一點的照片 這個呢, 就是近鏡看到, 那個, 即是, 遺骸 他們罵起了一個, 罵起了一個, 非常之醜 是的, 由於它這麼臭呢 所以當時, 以我記得呢, 他們就不想放在船上 印來很多海鷗, 有了一個錄影 那麼, 錄影間我都放給大家看一看 那麼, 還有呢, 拍了很多照片的 也都, 即是, 量個愛重量的 那麼, 你就會問, 即是, 究竟, 為什麼會說 它是一個, 有可能是一個古生物呢 那, 事實上, 如果你看這張照片,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現在, 我勾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它的頭來的 是的, 這個 那麼, 那就, 像不像我們說的那些恐龍那些 那些, 我告訴你呢, 這個呢 就是, 叮噹那些觀眾呢, 就很熟的了 這個呢, 就叫做大紅的恐龍 有這個名字, 就叫做蛇頸龍 蛇頸龍, 是的 即是, 如果真是, 這個世界都仍是有 好, 現在, 做了一個殘骸, 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殘骸 剛剛腐爛, 都不會很久 如果真是, 還有生物呢, 就是, 像剛才所說的 尼斯湖的那隻淡水怪物 應該都是這一種類 就是叫蛇, 即是, 學術的名字 就叫做蛇頸龍 還有, 它是在那個叫做比珠羅紀之前 那個黎盤紀, 都已經是有的一種海洋生物 但是呢, 一說的時候, 當然, 大家就會吵 現在呢, 我就嘗試, 一邊說的時候 給大家看看那段片 一吵的時候, 日本方面呢 其實當年, 這件事很轟動 導致到日本是很多間大學的 海洋學系的教授 去研究這件事 當然, 我猜它其實拿了一些 一些小小的一些, 即是, 化驗回來的 是, 流回來了 那, 說, 即是, 認同它是一個古生物 或者是一個未知生物的教授 是誰呢, 包括呢, 就是六間師傅 金井吉, 金泉吉典教授 那, 這些其實在日本都是一些很著名的大學入面呢 就任教的 那, 但是呢, 在外國呢 這個講法呢, 就被質疑 那, 最後呢, 是說呢, 他們其實是 只不過是一些海沙, 沙魚而已 那, 但是這個, 講法認不認同呢 就是, 大家到今時今日呢, 其實都還有 有, 可以薄果薄之處 那, 這件事呢, 其實是導致了這個 哥斯拉裡面, 都有出現這個角色的 我聽說的 是, 因為呢, 它這個, 除了這個獅鞋 即是七七年的時候的發現之外呢 它做一個很經典的那個呢 就是引發起多拉A夢, 即是叮噹 去想過叫大龍的恐龍 那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一個叫做寧木少年 就是在福島那個地方那裡 曾經有一個大石壁那裡 就是找到這種叫做蛇頸龍的鞋骨 是一個很完整的鞋骨 你現在, 你在福島的那個博物館那裡 都見到的 那那個呢, 就是這一種蛇頸龍的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即是最早發現的一個很完整的鞋骨 所以這個呢, 變成了, 對日本來講 他們都覺得這個蛇頸龍呢 是他們的國寶級的恐龍骨 但是我不同意的, 剛才你說蛇頸龍而已 但是這一塊呢, 碎陽苑 他發現的地方, 其實是新西蘭 就不在日本來的 就是去了一個, 如果我們講一下 那一個是, 純粹鞋骨 不是這個, 那個叫做寧木少年 他掘到的那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他最主要的 他最厲害呢, 就是他不單是鞋骨 他還有腐肉在那裡 即是說他是剛剛腐爛的一個殘下 那照計他應該可以做DNA的檢驗 是啊, 這個會比較大一點 好, 那另外一件事呢 即是僅有的, 又是 叫做呢 即是現在還在爭辯的 這個就是示範溫哥華了 那溫哥華也都有人目擊過有水怪的 而且這個在這裏呢, 是找到他所謂的殘骸的 這個就是大家看到的, 是1947年 那現在我相信在溫哥華還有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隻近似海龍的那樣的物體 即是簡單來講就是, 英文來講就是sea serpent 即是海蛇的一個那樣的物體 那這個呢, 我又無從稀巧了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呢, 後面Saurus這個其實就說 它是一隻恐龍, 類似恐龍的物體來的 是, 是, 海洋的, 海龍類 那你如果想研究這種未知的海洋生物的那個呢 它是非常之出名的 因為現在都留下了很多那些鞋骨 他們去研究, 他們就發覺他們就是這些 那些, 和比迪啊, 或者海豚啊, 這一個系列的那種海洋生物的祖先來的 甚至呢, 即是從那個骨落的那個裡面的那個排列, 和它的那個組合呢 他們會很相信, 他們就是地球的那些靈長類動物呢 上去陸地之後呢, 這種的有靈性的那種生物呢 即是就和那個豬羅紀的那些恐龍最不一樣呢 豬羅紀那些恐龍呢, 大部分呢, 都在研究 就發覺呢, 它會變成禽鳥, 會飛的, 那一群 但是呢, 這一群, 即是蛇頸龍啊, 或者海龍啊, 這一種呢 他們從那個鞋骨啊, 裡面的那個構造呢 就是說我們發展到後來適合爬爬的那些蜥蜴, 和後來的靈長類呢 都是這一種來發展出來 所以, 但是有可能是我們人類的祖先來的 嗯, 那就涉及到這個, 所謂它那個影像那裡呢 那我就繼續穩穩, 因為, 據我所知呢, 其實在現在Youtube上面呢 都話說呢, 有涉及到這一隻, 在... 海龍 在溫哥華, 外面, 見到的一隻, 這樣的物體來的 但是呢, 現在你看到這個就應該是黎絲湖那隻來的了 那這個就不足去談啦, 因為這個, 相信很多人都說是... 其實是假的 是假的來的 那是旅遊節目來的 是旅遊節目來的 那其實呢, 就是這個了, 就應該現在這個說 是2009年的這個 那就說呢, 有人拍到大概它出沒的那個... 那這樣的東西來的 那就... 因為事發都是去到2009年啦 那就照計呢, 以當時的電腦技術呢, 都可以... 嗯... 那這個就是海龍的營業的啦 是長生的 長生的, 有少少近似那個... 尼書湖, 尼書湖水掛那裏 那它如果你是... 可以回到正常的畫面 如果你是說這件事那裏呢, 都不得不提我們的珍武大帝 嗯... 因為呢, 就是... 大家在那裏研究這種海龍的那個淵源呢 那... 那... 大家都會懷疑呢, 我們的中國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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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練丹術的那個祖先啦 嗯... 那他呢, 你會看到他身邊呢 就有一條蛇, 有一條龜 嗯... 那那個蛇和龜呢 那個呢, 就是在我們練丹術裏面來講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蛇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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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看那個... 我們人的那個辣骨 那... 那... 那個龜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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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落和骨落之間的那個... 那個... 那那個特別的構造呢 就是... 如果我們去練丹, 尤其是沒有當生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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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練丹術呢 它裡面呢, 就講了我們怎樣去... 去... 了解我們自己人的身體 裡面的那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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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了很多東西,所以就任人類如玉 其實是想跟人類溝通的朋友 不要吃我,不要殺我 剛才我們講的,其實只不過是海怪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舉個例,譬如這本叫經典《海賊》 海賊有一個問題,究竟最大的海賊有多大呢? 紀圖,這件事上有沒有偏劇的角度 你覺得有多大? 不是啊,他有些圖片,不過可能是 有發現到,我以為是真的 有很多海賊真的超過了30呎,那些就肯定有 這些是小儀科 肯定有的啦 肯定有的啦 但他一有最大的,又有聽聞 有四階樓這麼高 都不出奇了,如果有四階樓 首先要解釋一下,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這些超級巨型的生物 其實不應該在水面找到 是,因為它這麼巨型,那種負荷是很重的 很難生存下去 它通常應該是在深海裏面 深海當然有不同的定義,你生活多深 但起碼就不是說你現在拖網 在什麼條件之下你會找到它呢? 就是它病的時候,或者就死的時候 所以通常來說,譬如剛才我們看到那些 就是這麼大隻,被懷疑是鯊魚那些 其實它已經病了 它病完出來,就已經被其他東西吃 所以只看到遺骸 如果它是健在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不可能看到它的 它不需要見光 它在深海下面生活出來 譬如在Youtube上面,這個技術人員 去到現在這個電腦畫面 話說找到一些很大型的 紅海賊 說明的捉鬚已經很誇張 還有牙 不要說那麼害怕,簡單來說不會吃人 它不需要吃人 它不需要吃人 它其實是在水裡有很多的浮洋生物 那些都夠它的食量 現在根據這個股 即是這裡看到,譬如幾圖 剛才說的,這裡的確是有坐靜的 這個長度的海賊 我告訴你,我是看到一個 是香港的潛水師,兩夫婦 它是在新基內亞附近 都可以拍攝到的 那個片段我也有看過 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很平常的事情 即是你簡單來說,譬如去到大概五六層樓 那麽高 即是計上足數 最其他地方是什麽呢 我讓我記得他知道 是他的眼睛 原來他的眼睛 如果去到這裏那麽大 是好像一碟那麽大的眼睛 我看八層樓的眼睛 做得很好,很突然驚 那你當年有沒有看過 就是海底六萬里 海底六萬里當然有 就是經典的那隻海賊的眼睛 就是他瞇著那個時候的那樣 剛才我們說的這些不是樓的 因為這些是找到的 只不過問題是 通常找到之後 就是他已經死了 或者找到一些 即是捉獸的 從捉獸的場路去推算 他整隻有多大 因為他很多時候 你能夠去 在那個潛水人員 他能夠潛到水的 那個深度裏面來講 其實不是他們的 不是他們的旅遊地方 真是 即是當他浮好上去的時候 他已經玩完的那個時刻 那麽後面又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當一隻很大的鯨魚 撞到一隻很大的水蛇 那時會怎樣呢 那我現在就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畫圖畫 就是兩隻會打架的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個圖畫 即是那些 即是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的船員 他看到的時候 就說 兩樣東西會打架 那甚至就說 這個海賊 就可以整成一隻船的 但我 那麽多足數 那我告訴你 就不可能 那通常現在 在生物後上發現什麽呢 原來就是這些 這些 抹香蟹 大型的拳裏 那個位裏裏裏 有很多這些海賊 即是大海賊的足數 那麽是證明了什麽呢 原來呢 其實這些大的海賊 就是抹香蟹的 主要食糧 換言之,如果要找這些大海賊 要找這些抹香禽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找到大海賊 聚居的地方,你就找到這些禽魚出沒的地方 因為它都要在這裡找藉 還有現在也有一個最新的發言 這些大海賊的捉獸 你不要小看它,它的作用 不是單止它們在滅食 或者它們在柔軟做很多工作 原來那些捉獸 人們都看到它們有思考 它們會痛的 它們的思考不單止在腦子裡思考 是發現它的捉獸 原來是有一種思考的能力 這個也很多人都說 其實我們人的手 你不要以為它會這樣 這個重不重觀 這個真的在打架 兩隻 在這裡 兩隻在動的,不是在打架 但是這個會不會是 這個是深海潛行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找的時候 是要動用到現在的深海潛行的技術 但是它很厲害 因為拍得很清楚 這個拍得很漂亮 這個拍得很漂亮 就不需要等它 這個到近年的時候 到近年才可以做到這個 那樣的視覺效果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濾 然後它可能用數碼的光 讓它再重組 你只是打燈都死了 因為它一見光就很默 我想它不需要打燈 因為它現在送馬攝影 它裡面 它一抓到這些影像 它再視一下報告 它很可怕 那隻眼睛 那隻眼睛 都很可怕 那隻眼睛 沒有的 這些就留給詹士金馬倫 都可以有一點補充 因為我們曾經都有講過 一個叫做黑蘇魯神話 很多人都說黑蘇魯神話 黑蘇魯神話 這個就是在外星來的一種生物 其實這個形態 就在神話裡面都說 就是這些烏冊的形 那這個就說到現在 這個會食人的烏冊 那我就不相信 是啊 我真的覺得 不好意思 你不相信那個原因 因為你沒見過它食人 我都沒見過它食人 但是它的烏冊 它那種叫做 有一種叫做 很有能力的東西 麻煩你看看 陳果柏的那套 叫做人民公廁 人民公廁 它都是刻意去捕捉 那些 那些八爪魚 它那些烏冊 是可以 你看到 是完全它可以 很容易 刮開了一個蓋 然後爬到另一個地方 去吃虹 那個就因為 它聽很多 那些 抓的那些八爪魚 和烏賊 那些人 就說出來之後 那時候 然後出了那種叫做生紀錄 找回那一隻八爪魚 去拍 是給它拍了出來 你看那部電影 就看到了 所以呢 它會不會去食人 如果他那麼健碩的話,或者他真的餓得那麼嚴重的話,你不要以為他不會的 我覺得他這個拍出來也很厲害,他裡面的吸盤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真的,這個也不會是造假的 但是這麼健碩的時候,簡單來說,就算他不吃我,我都會馬上彈開 現在這個片段好像是做一個,見到這個潛水人員跟他搏 方亡逃走,可能就是想擁抱他 回到聖常的畫面,簡單來說,一般現在的估計 這些海洋的生物在比較早的時候,不是說了太久,是幾千年的時候 或者是一二千年的時候,其實是比現在體積大很多 因為經常被海員撞到 因為我們在壁畫上看到,他們畫出來的時候,魚是大到可以吃了那些人 換言之,這個海洋的生物的體積,就不是一個神秘不神秘的問題 是在以前,因為沒有人類那個慣性的捕獵 他們可以容許生長的體積會大很多 是的,而且他們會遠離岸邊,所以我們航海的人會多數看到他們 如果有些地震的時間之前,就有很多巨瓶都會擱淺,迷失方向,就撞了上岸 這個經常都聽到,香港都發現了有幾千 但是有一個事件也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疑問 就是譬如說聲音裡面,講到Jona,在一個魚的肚裡面 但就不是在生魚的肚,是死了一個瓶魚的肚子,要去找他那些游 照顧到,他受不了 那我想,譬如說,Jona這個故事,他又不會完全是老作的 他應該有介乎一些小小的事實的根據 譬如說,他曾經被魚淡了,因為當時的魚肚子很大 但是沒有多久就跑了出來 我估計大概有一個可能性,如果有一個真實的版本 另外一個,聖經裡面也有提到,就是尼維坦 算不算是海怪來的? 那一隻當然啦 大家一般估計是一隻類似鯨魚的問題 但是我想那個胃有些問題,他的胃酸不是很厲害 所以他在裡面,有一段日子都沒有解解 因為我想他,如果你被鯨魚丹出來,能夠出來,都不會很容易 誰知道不容易,根本就… 不可能可能 就是以我們的認知啦 但是,如果在神秘學的角度來講 他最想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這些這麼大型的生物 就是有沒有一些可能是我們 首先是在現在的分類裡面,我們是沒有見過的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不知名的生物 譬如陸上有,譬如陸上有大骨怪 有所謂,這個很大型的飛鳥 這個也有照片,但是我覺得假的機會相當高 有俄人,俄人追假 俄人追假 還有就是,剛才我們提過的尼小湖水怪 那麼多呢,其實就… 巨網蛇呢 巨網蛇呢 巨網蛇其實都不是很… 不奇的 因為事實上是找到的 生肌內亞那裡都相當多 櫻公河那裡,那條龍都應該有 但是最大的疑問就是,譬如說在光果 特別是在那個沼罩的地方 是不是有見過恐龍 這個就是神秘學裡 一直經常去問的疑問 巨網蛇那隻長毛象的獅鞋 那個就不是… 那個是真的 那是真的 但是譬如說一些我們未分類到的 或者我們覺得已經一定住一種了 最終的原因就是 譬如說,人是不可能見到恐龍的 因為大家相距那個時間是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如果又見到的話… 什麼幾十萬年 什麼幾十萬年 幾十萬年 那個叫朱羅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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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又真的見到的話 實際上這個對我們認知的 或者我們所謂熟悉的教科書裡面的 人類進化史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即是,如果你真的見到 就是推翻了我們的… 生物就要推翻了 因為鞋骨我們就有找到 但是生物就真的… 其實是… 剛才也說的七七年的那個單 即是日本那艘船 找到的那條… 如果那個… 都是奇的 如果那個是… 即是說那個是一些 類似哥斯拉的物體 我們讀過的教科書 全部要改過了 即是… 講給你聽 原來我們了解我們的地球 其實生物種 都其實了解很少 是啊 但是我想 這個比較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你看到一隻 通常一定說 就是… 它一定不會自一隻的 因為它是傳宗接代的 一定有其他的生物 最低限度是 它有爸爸媽媽 是啦 有可能有星際節目 如果… 一定有隻… 陽性或陰性的… 不過不知它是不是一指政策 一指政策 一指政策就要很久了 那這個就是雷斯湖水怪的問題 是 就是這麼多年了 那… 沒有理由只有一隻 應該不止的 因為已經要傳聞 去了這麼多年 那… 即是… 如果它不是一隻 那為什麼這麼難見呢 那這個就是所謂這些… Cryptosology的問題 那這個Cryptosology 就是… 其實就是… 我們一些… 不知名的生物 嗯… 是… 不為現在的生物學家所發現 但又存在在這個世上的 那… 那實際上有一個人呢 就去追查這件事的 而且在法國呢 開了一間中心的 嗯… 那這個… 那這個… 我不懂讀它的名字了 我猜它的名字叫… Bernard Hilferman 那… 也都不是太久了 大約十多年前而已 嗯… 那現在它… 我想它這個… 就是Cryptosology的研究中心 仍然存在 哎呀… 哎呀… 那其中一件事 它們… 都可能要追查 譬如說是… 大腳怪 嗯… 或者在西藏所… 好像就是… 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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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sparkает 又山光臺 這是 warm 越人 衍術 人 那個也都傳扯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 slash張 人 有人是見過,也都見到他的足跡,見到他的腳印 所以這個疑問,我們不能夠說他是一個被認為是科學的學問 一般人來說是假科學,但現在事實上仍然有人不斷去做這個追查 但放在今時今日環保的角度,與其你要將他狩獵或獵殺 倒不如大家放過他,保育了他 反正我們都不需要去確認一個不知名的生物的屍體 而且這些不知名的生物的出現,是在自然界裏面 不知道是一個變種的原因,還是怎樣也好 但我覺得在另一個層面來說 現在你會發覺,人的新化科技都可以 例如你會看到一些類似大腳白的巨型生物 大腳怪 現在是可以做出來的 做出來嗎?這麼可怕? 科學怪人都已經說了給你聽 現在的新版電影版都已經說了給你聽 很有一種systematic的生化科技學的說話 你只需要,因為他雖然是一個死的… 即是找到的DNA就可以了 不用,不是啊 他還會幫他做兩個心,四個肺,是合體 這樣就做到,變成可以reboot到他的生命 如果是這樣,為何不做X-men出來呢? 他很詳實 即現在告訴你,是現在的科技 已經是想到,可能不會很久 幾十年之後,就真的做到出來的 這個就是,講給你聽 自然界,我們經常講這些未知的生物 可能未來我們人類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珠羅紀公園 或是珠羅紀世界的劇本來的 正如剛才幾度說 有可能是為奇不遠的 但以我的同心來講 其實我都很想有一隻珠羅紀公園 讓大家當作像海洋公園那樣遊玩 我不要啊 因為那些粗龍是會咬人的 那當然好像氣入片那樣的 全部都會把牙齒掉 變成Pokemon就最好了 變成小小的就好了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今晚我們講的探討的主題 就是這個白瓶的真實事件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裡面也有相當高的傳奇性 下一節回來我會跟大家詳細解釋